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新闻点评 今天是5月6号 昨天有一则传言 在国内的微信上广泛流传 人们通过各种言语表示 习近平已经被江珠曾王等多方势力联手推翻 百姓确实是苦习久矣 早就在迫切的期待着习近平被赶下台 这类消息传出后 已经急不可待的人们 光顾着高兴的 竟然连真假都顾不上分店了 这些年 国内的政治戏份十分肃杀 少有不慎 就可能遭到专政铁拳的打击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之下 很多人居然冒险传播这个消息 甚至喜行余色奔走相告 假如百姓 真是要为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传闻付出代价 真是太不值得 真要替这些被遗弄的百姓感到难过 不知道那些编造谣言的人是否会心中有愧 这一则传言最早出现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 这个传言宣称习近平已经善让 李克强成为新主 据说在5月2日中共召开常委扩大会 军方团派经济大佬四方面的人士 代表党内的健康势力参加了这次会议 军方表示只服从党中央不服从习近平 在这些人的压力之下 习近平被迫宣布善让 条件是答应让他干完本届任期 卸任后不被追责 此外习近平的亲信将被发奔到地方任职退休 然后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弹出由政府主导施政等等等等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而且这个传言还特别提到 此番迫使习近平善让的导火索是上海清零 这就是这次传言的主要内容 确实让人难以想象 这样一则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就让一些人沉浸其中并加以传播 而且还蔓延到了受到严密监控的 国内的社交媒体当中 这个传言本身毫无技术含量 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但是这个传言得到疯狂的传播 这个现象却很值得认真分析 显而易见 这个传言之所以能够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并得到传播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人们普遍的厌恶习近平 蔑视习近平 人们期待习近平早点下台 期待习近平早点下台 几乎成了各界最大的共识了 特别是这次上海封城 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 老人打工青年 被活活饿死 被困在斗屎 绝粮而自杀 重症患者在医院 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等等 封城引发的种种人道灾难 加剧了人们 对习近平的反感和痛恨 可以说 当前的现实情况 和民众的普遍心态 助长了这个传言的扩散 此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反反复复出现的 中共高层内斗激烈 挺习和反习两派斗争 已经近乎白热化 党内反习势力 如何强大之类的说法 对这个习近平善让的传言扩散 明显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谓三人成虎 中共高层内斗 党内反习势力 如何挑战习近平之类的说法 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氛围 这则习近平被迫善让的传言 就和这个氛围很协调 甚至可以看作是内斗白热化的结果 自然容易得到传播 正是受长期流传的 中共高层内斗激烈 反习势力十分强大之类的说法的影响 乃至让一些重要的媒体机构 去讨论习近平能否继续第三个任期 这个根本就没有必要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 习近平在中共的十九大上 就已经用党章确定了他的地位 已经修改了宪法 到了这个地步 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的第三个任期呢 关于中共内斗激烈 反习势力强大之类的说法 明显的起到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造成了混乱 这类说法让一些人相信 中共内部似乎还有一定的活力 还没有彻底的堕落 这次传言提到 习近平在中共内部 所谓健康力量的压力之下善位 根本就是在美化中共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中共早已经烂透了 哪里还有什么健康力量 但凡有一点健康力量 也不会让习近平那么轻易的修改党章 修改宪法 而且虽然在习近平公然的破坏中共的任期制度 公然的大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 全票当选了国家主席 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无耻 更加堕落的事情吗 到了这个时候 还在帮中共迷惑百姓 还在提中共立牌坊 实在是不可思议 再者传言宣称 此番迫使习近平缠让的导火索 是上海清零 按照这个说法 似乎中共内部还有相当大的力量 能够代表民意 这不是在公然撒谎吗 假如中共内部 多少还能够反映民意 代表民意 像上海近日一再出现的那些悲剧 惨剧 根本就不应该再出现 这种严酷的封城措施 早就应该被抛弃 却而代之的是应该 更加人道的应对疫情的措施 尤其荒唐的是 这次传言又把那些 已经退休的中共元老抬了出来 那些人自己已经失去权力多年了 就是他们依靠的亲信 也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多年了 他们对于中共的高层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 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 政治局内部 政治局委员 大部分都是习近平的亲信雇咎 习近平在政治局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退休的中共元老都在明哲保身 他们怎么可能来迫使习近平善位呢 元老联合起来 迫使习近平善位的说法 明显的与中共的权力架构不相符合 赛者 假如真的想让习近平下台 党内开会这种方式 根本就行不通 迫使习近平这种独裁者下台 唯一可行的办法 便是发动军事政变 军方政变成功之后 或许可以让那些元老们出来 撑一下门面 让团派 让经济界人士出来 为军事政变背书 提供正当性依据 有些滑稽的是 传言宣称 那四方面人士居然还答应 让习近平干完这一届 让习近平继续握有权柄 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中共那些大员们 果真就那么幼稚吗 一旦迫使习近平交出权力 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妥协 也不可能给习近平 任何转环的空间 一旦他被赶下台 习近平不仅要失去权力 也一定会失去自由 怎么可能还会允许习近平 继续掌权到任期结束呢 习近平有条件 善让这个传言 实在是对中共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那就是随着习近平的口碑 越来越差 李克强的形象 似乎又高大了起来 应该说 相对习近平而言 李克强可能没有那么坏 没有那么蠢 说话做事多少还契合实际一些 对于习近平的某些倒行逆施 外界可以感受到 李克强的不服和不满 但是也仅此而已 他并没有实力 也没有胆量 公开的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在中共历届总理当中 没有哪一个像李克强这般弱势 李克强不仅遭到了习近平的漠视 也遭到了中共宣传系统的完全的漠视 在中共的媒体中 李克强几乎不存在 而习近平擅任的传言 居然让李克强成为新主 这很是滑稽 即使习近平真的下台 李克强也不可能驾驭得了极愿 发动政变的人 不会把权柄交到李克强的手里 除非有李克强主导发动政变 可是李克强完全没有这个实力 更没这个胆量 这次上海封城所造成的巨大的人道灾难和次生灾害 引起了民众对清零政策的强烈质疑 更引起了民众对习近平的强烈反感 昨天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宣称要分析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防控工作 这是3月17号政治局会议以来 中共高层第二次被疫情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明显有要压制 要平息各种议论的意味 当局宣称 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 也一定能够打赢打上海保卫战 这明显是在做政治宣示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会议特别提出 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 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 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 显然 这次上海封城再次重创了习近平的权威 人们对清零政策的质疑和嘲讽 对习近平顽固坚持清零政策的质疑和嘲讽 已经引起了习近平当局的高度紧张 要为之坚决做斗争 也就是习近平当局准备通过政治高压 乃至暴力机器来打击压制民众的不满和质疑 从对清零政策的肯定和坚持来看 习近平在中国内部依然拥有绝对的权利 中国内部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改变习近平 所坚持的清零政策 中国的民意更是完全不能对习近平当局的政策 造成任何影响 持续坚持清零政策 必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创 必将对百姓的生活造成重创 很多人会陷入绝境 可以肯定 如果能够早一点清楚 习近平这个光棍已经拥有了绝对权利 习近平胡作非为 在中共内部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而且他将要长期的执掌权柄 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必将进入一个黑暗时期 如果清楚了这一点 相信很多在上海遭受苦难的精英人士 乃至一些中产阶层 早就离开了上海 早就离开了中国 他们或许被那些中共内部斗争激烈 习近平的权利受到挑战之类的谎言 麻痹了 被欺骗了 对局势的严重程度缺乏准备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些人可能会请家荡产 有些人可能会家破人亡 若在中国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生存 只有看清时局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能够摆脱危险 至少面对危险 面对绝境 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 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